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不会胖 反而能减少体内脂肪 二 抗肌疲劳 春天人容易疲劳 而晚上吃苹果 能有效补充身体微量元素 提高人体抗疲劳程度 预防春困的发生 三 咽喉肿痛 春季细菌繁殖最往盛的季节 容易引发咽喉发炎 苹果加点盐 晚上吃能消炎败苦 快速消除咽喉发炎 晚上喝酸奶 一 清理肠土 国人的生活习惯 晚上吃得多 睡前喝一杯酸奶 能减少肠道腐败菌的繁殖 从而清理肠道内肠土 二 面部色斑 酸奶能抑制面部黑色素 美白还不反淡 三 预防流感 春季气候多变容易引发流感 酸奶中的乳酸 能提高人体免疫力 能有效预防春季流感 晚上喝酸酒 一 安神睡眠 晚上睡不好 第二天整个人没有精神 睡前喝一点酸酒 不仅能帮助消化 还可以提高睡眠质量 二 消除皱纹 酸酒 能颜管皮肤皱纹的产生 颜管衰老 三 提高记忆 酸酒能提高人体大脑记 毅力和学习能力 晚上喝适量酸酒 能让大脑充分放松 为第二天提供冲突的精力 晚上吃习乙果 一 嘴唇前列 夏季前灶 人体水分蒸发比较快 嘴唇容易前列 习乙果含有大量维生素 能预防嘴唇前列出现 二 防糖尿病 糖尿病是困扰很多人的一种慢性肠剑病 习乙果对防治糖尿病有很好的作用 尤其是老年人平时最好多吃点 三 利尿消融 有些朋友肾脏不好 容易出现浮重 其异果能消除肾脏炎症 晚饭后吃醉酱 晚上吃桂园 一 春夏咳嗽 春夏气候多变 是咳醉哮喧喘的高发季节 晚上吃桂园能很好的改善 夜间咳嗽 一般连吃二到三次就能有所改善 二 皮肤臊痒 如果是皮炎吃诊选引起的臊痒 常吃桂园可以缓解 三 养血胺胎 桂园含蝶及维生素较多 能减轻公缩及下垂感 对孕妇及胎儿的发育有力 具有胺胎养血的作用 晚上吃香蕉 一 体弱贫血 香蕉含丰富的蛋白质及叠元素 补充营养的同时还能补血液气 晚上食用有效改善体弱贫血的情况 二 躯动除液 常吃香蕉 能改善痘痘肌肤 三 清理肺毒 肺内垃圾长期 不清理 会引发呼吸疾病 晚上吃香蕉 有足以排除肺内垃圾 晚上吃草莓 一 口舌生疮 春夏季容易上火 引起口舌生疮 晚上吃草莓能清热解毒 对体内热火又很好改善 口舌生疮连续 吃几次就好 二 改善皮肤过敏 常吃草莓能改善皮肤敏感度 能修复过敏肌肤 晚上吃番茄 一 口苦口臭 口苦口臭 肤炎虫影响交际 让人很尴尬 晚上吃番茄能疏通消化道 吊结菌群 有效改善口苦口臭 二 防黑眼圈 番茄能改善眼周皮肤 改善黑眼圈 眼带眼细纹 三 抗击辐射 现在用电脑手机的人越来越多 而辐射不经意间 危害到我们的健康 常吃番茄能提高人体抗辐射能力 晚上吃山楂 一 心血管病 春夏季忽冷忽热 是心血管病高发季节 山楂能降低人体血液胆固醇含量 增加血管壁弹性 防止心血管病 二 经期不掉 经期不掉为女性带来很多副作用 如腹痛 痛经 晚上吃山楂有个神奇的作用 可以掉离女性月经不掉 晚上吃火龙 一 败火 上火会引发各种问题 晚上吃点火龙果不仅 能降火降到 还可以改善情绪 二 老年痴呆 人上了年纪容易得老年痴呆 火龙果中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素 能提高细胞活力 有效预防老年痴呆 三 排重金属 现在空气质量较差 我们每天都会吸入一定的重金属 火龙果能帮助人体 及时排出重金属 保护健康